在这季节变换的时刻也是流感的高峰期 因此新北市卫生局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 只要是年满50岁以上等条件都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这两天东北季风南下天气逐渐转凉 而在这季节变换的时刻也是流感的高峰期 新北市卫生局从今年的10月15号开始 反50岁以上6个月到18岁 还有6个月内的婴儿父母以及幼儿园 或者是托幼机构的专业人员都可以公费接种疫苗 但先前有发生过其他地区疫苗外观出现问题 淡水卫生所也说这一批是安全的疫苗 民众可以安心施打 今年淡水区卫生所为了方便各个里的长者就近施打 那其实也安排了数十个场次 因为前两周就是因为有一些流感疫苗 出现一些外观异常的疑虑 经过政府的一些去查访其实已经都排除了 所以这个秋冬之际是早晚温差很大 就是针对一些弱小或者是长辈 其实还是需要有流感疫苗的保护 卫生所表示虚打疫苗后 约两个礼拜才能够形成最佳的保护力 而流感疫情从11月开始 长者幼儿以及慢性病的民众高维犬群等等都容易引起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是死亡 务必尽快施打 千万不可轻忽 而在接种疫苗之后必须多喝水 多休息 民众若是有发烧感冒症状 一定要尽速就医 检查是否得了流感 那他的效益原则上就是一年必须要施打一次 才可以让他的保护效力可以持续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鼓励 50岁以上的长辈符合资格的人 永远出来施打 那只要在一个社区啊 有六成以上的长辈都有施打疫苗的话 也可以在一个社区形成一个群体的保护力 这个对一个社区的一个健康非常的重要 卫生所表示 其实接种疫苗必须要越多人打 才可以有效降低流行风险 而且必须每年都虚打 才可以延续保护力 并且在社区中形成抗流感的群体 而这几年民众对于接种流感疫苗 接受度越来越高 卫生所也强调民众应该永远虚打 才能够避免流感侵袭 记者许端一在许三方报道